是时候发挥我大夏公主的文采了 这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可歌可泣的爱情 我是大夏国的长公主 我的母后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蓬蓬 不慌当然就是齐盛啦 我也是他们二人独一的女儿 举名吉啪 这什么鬼地方啊 华兽族 你们刚刚怎么跑过来 因为我是一只猫 猫 这位公主来自义族 想必在华兽里肯定有些艰辛 我会给她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 大王要在七日之后迎娶您啦 太可爱了 这一定是梦 你的梦想要成真啦 你妖怪 我们大王是一只狼 狼艳独绝 事无其二 别提你们大王 再摔个屁 果然不出我所调 她接受不了我晚上这个样子 她就算给我金山银山 我也不会嫁 不明白 公主想要金山银山 我 大王竟然被一个外来女子 你迷得舞迷散倒你 蝴蝶 你是不是肚子见王妃啊 你胡说 她是因为五号 才来到华兽 不管她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 那都是应该由本王来承担 等到日后 她与我心意相通取出灵珠 那她就是我整个华兽的恩人 你不会真的想娶我当王妃吧 你要三思啊 奇葩 你从第一天来到华兽开始 就充满着恐惧和不安 我现在 也不奢求你能马上与我心意相通 但是我希望 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们从头开始 正式认识 王妃 今日八卦榜前三分别是 《狼君不如意》的作者是哪位大家 《狼君不如意》什么时候更新 以及《跪求狼君不如意》大团圆结局 我母后说的果然没错 是事实就要广而告知